什么啊 新奇暴龙战车积母人 可以变形了 这个是第一弹的 第一弹的时候还不能变形 现在已经可以变形了 赶紧去买 哇 说超超超超就到啊 小刘子太强了 新奇暴龙战车积母人星光版 就是这个可以变形啊 看看 誓言霸瓦龙 金刚甲龙 还有狂暴剑尸虎 可以可以啊 都是最新一集里面的角色啊 啥都被说了给小刘子点个666吧 好 腿子变大 打开 上面是雷色的感觉 三山大 数量变少了 现在只有六盒了 来吧来吧 总共有六种机甲 加上大隐藏就是七种 我盲盒 仪式感不能少 随时能超出大隐藏的点 三代 三代 第四季的新机甲 闪光双击龙 总共五百零件 过还好 数量不多 三十个左右 这里是安装方法 然后背面是 并行方法 这组装的感觉 跟之前第一弹的积木人 差别还挺大的 这种就是真的在组装 并行机甲的感觉 每个机甲 组装的方式都不同 没有固定的规律 哎 好了 组装花了挺多时间的 但是出来也就这五个部分而已 好了好了 合体吧 来了来了 第四季的新机甲 闪光双击龙 外形就跟大机甲一模一样了 就是第一弹的大手 这么比起来 大手其实差不多 这个时候会大那么一丢丢 但是呢 就是可以并行的 双击龙 变形完成 爸 还挺凶啊 我手掌一样的 重点是可以变形 好玩啊 再来 它隐藏 看了张纸就知道了 从拼不到的 竟然是这一只金刚甲龙 这玩意啊 我觉得应该就叫机甲盲盒 它和普通积木人拼法不一样 积木人每个都有固定的拼法 这个就不同了 就是大机甲的胆比所小 有种什么感觉呢 就好像我自己在玩具工厂 制作变形机甲的感觉啊 好酷啊 机甲做好了 现在来变形 家里已经有三只了 看来又要占贴新成员了 连变形方法 还是跟大机甲一模一样 好了好了 金刚甲龙 第四只了 狗 瑞 咪 发 就要组成甲龙军台了 还有四个 今天头上没客资吧 是个罚 好歹我也是 抽中上一代大影仓的人啊 赐予我力量吧 说吧 哪一盒是大影仓 要不这样 你掉到哪里就是哪里 这里啊 你去钉 隐藏款 真的是隐藏款 这种还挺好用啊 这配色和第一代黄金版的一样 黄金版是一样的 验霸王咯 小伙伴们 电赞了没啊 所以呢 两个大影仓就长这样的 第二代的明显大了一些啊 毕竟人家要变形的嘛 哇 帅炸了帅炸了 不仅是《星起暴龙》第四集里面的新角色 而且还是大影仓 而且还会变形 你不会了吧 哈哈哈哈 这有什么 我还可以骑在你身上 是谁啊 最后三盒 快 幻影伊龙 普通款的赤烟霸王龙 怎么会散了 竟然是幸运款霸王龙 幻影伊龙 不拼了啊 咱们就直接上成品 哇 这也是新机甲吧 紫色的伊龙 还挺帅啊 今天最主要看看怎么变形的 秀一下 你看 幻影伊龙 机甲身体全都躲在底下 飞喽 咱就说啊 今天可以说是双厨恐喜啊 隐藏款 幸运款 一盒全到齐 简直太酷了 好了好了 最后就来看看今天开出的所有机甲 不对哦 应该还少一个狂暴剑吃虎 那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弹二弹的幸运款和隐藏款 全都出来了 难得我也欧气爆棚啊 要是硬缩有个缺点嘛 就是咱能不能也配个武器啥的 但是嘛 冲着寂寞人盲盒 还能变形这个点 我觉得还是值得尝试一下 也是个大创新啦 甚至手机甲都已经会变形了 接下来 应该是能够大开体了吧 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我的 拜拜